朋友们我们今天讲大洪水 现在中国大陆年年是大洪水 年年是洪灾 年年是贴灾人祸 贴贴贴灾人祸 那么恐怖 我们指的大洪水 历史上大洪水是世界末日 虽然现在就已经是世界末日了 所以现在要大洪水 中国的大洪水有几种概念 一个是世界末日 另一个大洪水是共产党 再一个是共产党的政策 这些都是大洪水 中国的所有的灾害 不管它就是贴灾也好 人祸也好 都是共产党造成的 为什么 其实朋友们自己想一想 不用我在这里讲一讲 我在这里讲这些东西都没有意义 为什么没有意义呢 谁都知道中国的灾害是什么回事 但是中国人假装不知道 或许真的不知道 因为他们是共产党的一员 他们已经被洗脑成了不是人了 没有头脑 没有思维 中国现在中国当然闹的大洪水 真的是共产党 中国当然闹的大洪水 蒙古的大水库缺体 同时两座水库缺体 是郑州的洪水 整个城市的淹没 实际上是每一年到这个季节 不是一个城市了 是中国大陆所有城市都一样的淹没 为什么 中国人不想一想 是为什么 中国大陆 铁这个河道 扎水道 什么不会大洪水 比如说我知道的长江流域 长江流域的这个河道两边 也不是有河滩 或者有沉水的这个相当于很大的大水库之内 叫做河湾的意思 在中国大陆 把长江两边的这个河道 就是沉水的地方叫河湾的地方 河堤的地方 或者叫 把都抬了 洪水来都没有地方盛放了 一下就直接冲下去了 历史上那个河湾的很宽很宽的 会沉很多很多水的 洪水来都一下子根本就沿不到下面去 现在中国大陆把它贴了 水来了就直接冲到下面了 怎么不打洪水啊 贴了干什么 贴了修房子 搞机械 然后呢 所有的水稻平常是干的 跟跟楼梨是一样的 但是一旦如果 洪水季节来了 它就成了河 但是中国大陆把它贴了 一个贴了种地 主要是贴了种房子 主要是贴了这个修房子 搞机械 水都没有漏了 他怎么不把城市淹了 还有城市里边 城市里边是搞 我知道得搞所有城市里边的 搞机械的 他们根本就没有下水道 怎么不燃城市啊 没有下水道 什么概念啊 所谓的下水道就是 历史上的那种沟 那能够装什么水啊 洪水来怎么不燃城市啊 它水没有路了 自己燃到街道上去了 自己燃到房子的一楼二楼去了 怎么不是大洪水啊 我知道的 英国的下水道 像皇宫 日本的下水道 像皇宫 汽车都开进去 而且可以开几辆车的车进去 那下水道时间修设非常的好 两层路高 这样的下水道 中国有吗 中国永远都不可能有 永远不可能 中国人就是个沟 是个渠 这么不燃城市 这么不燃 整个城市 喝到 喝汤没有了 喝到毒了 水到甜了 人心邪了 这么不燃城市 中国人被淹 被水喝买 我说一句政治不正确的话 喝该 在珍州下水道 几条线 几条线 几条线的这个地铁 被淹在水里 水到脖子了 那人还能够活吗 你心脏已经不能跳动了 两三个小时你根本就不可能再跳动了 还不说淹到上面去了 这一把你淹死了 两三条线 我们知道两三条线 有多少人了 中国说没有死人 今天看到说死了12个人 不知道是多少万 就电梯里边起码了好多个万 何况是全面性的 就 就是湖南一带哈 就是 那个城市 郑州那个城市 几十万上百万是正常 中国大陆永远都 不相信这个数字 还有那些活吧 缺体 活吧怎么不去体啊 它就是用旅途堆浅 水是不断降高 不断降高 雨下来 承受不了了 在下大雨的时候 同时 同时泄洪 同时水库 决堤 同时下大雨 只不不沿所有城市 不沿所有城市 不沿所有河流的下游 中国的贴灾完全是人货 根本就不是贴灾 中国的所有 包括洪水 洪水也好 爆炸也好 火灾也好 什么车货也好 什么货也好 哪一样事情都是人货 这个人货就叫做洪灾 叫做大洪水 就叫做共产党 共产党大洪水来了 你不死 我哪里走 你们不知道法 你们不去追究政府 在那里等救援 还要等救援 还要打电话给110 谁救你啊 谁可能救你啊 你想救的话就自救吧 没有自救就不可能了 现在还有个更危险的 连年都存在 长江三峡大坝 还等着去提呢 长江三峡大坝 去提可以说 把整个中国的淹没 因为下面切成了八个省 八个省整个人数 人数里差不多 中国的一半以上的人口 七八个亿 长江大坝 去提是百分之百的 是哪一天的问题 一下子长江下雨 喂鲨鱼了 你的什么财富 你的什么 什么杀人来的财富 什么货都不存在了 中国人不想一想 你的灾害是从哪里来的 长江三峡 山下大坝 去提还有多种因素 因为长江三峡 于改变了地财 改变地财 整个长江的 那个地财改变以后 整个都要滑坡 一旦滑坡以后 那个洪水上涨 洪水上涨自然就把 山下大坝承受不住 整个大坝就爆炸了 米沙流也来了 洪灾也来了 大雨也来了 由于山下大坝的爆炸 带动所有的大坝 同时决敌 你往哪里跑 你不喂鲨鱼 为什么 中国人不想一想 中国人的问题都处在共产党 实际上都处在你们自己 你们中国人 每一个人都是共产党 每一个人都是皇帝 每一个人了不起 不死你是谁啊 我们在美国 我们在 在美国 美国东部 没有听说 什么地方有什么 什么大的灾害 我们这里从来没有挪土 除了森林就是绿地 怎么可能有灾害啊 我们这里的下水道好好的 从来没有看到什么地方 下水道 暴露在外边大洪水 从来没有借过 所以说美国的这个下水道 处理得非常的好 像美国的建筑 是越老容易 美国的地铁 一百多年了 现在上好 再用几百年 没有任何问题 但最近出来一个视频 就是说那个地铁口这个 有水淹没 这个什么情况我不知道 总体说来 我们在美国 在美国 在美国的东部 从来没有 不知道大洪水 从来没有见过大洪水 都是三清两雨 风调雨顺 这不是同一个地球 为什么中国是 年一年大洪水 年一年天灾人祸 历史上我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 就是这些年来 就这些年来 共产党大量修房子 填河吧 改水道 挖水道 中国人你不想一想 中国人你死的也冤 死的也不冤 大洪水这还是天灾 加人祸加起来 而且现在中国共产党 还要投毒 还要用黑弹 中国人不死你死谁呀 你的黑弹能够打到美国来吗 就在自己国家就爆了 中国国内这么多的这么多的这个 黑电厂 这么多的黑电厂 就是一个黑电厂 就是一个巨型的原子弹 到达一定连线以后 中国没有能力处理 中国原一直占优 就算几百户 大部分已经到期 已经过期 无法处理 不知道中国引爆怎么引爆 它采取天灾人祸来爆炸 就直接把中国人炸毁了 中国现在还有更恐怖的 要发动战争 把那些不要的人赶快用上 把他们摧毁了 杀了 通过战争就把他杀掉 中国 中国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完全不可想象 人流大洪水怎么出在中国 中国这个名词 现在因成了人类社会里边的独流 中国人成了人类社会的独流 谁听到说中国人都头疼 谁听到中国共产党都头疼 谁听到中国都头疼 最后 人类不淘汰中国才怪 我们今天讲的大洪水 中国的所有天灾人祸 所有的暗杀明杀爆炸火灾 都是人祸都不是天灾 我们今天谈的是这个大洪水 大洪水就是世界末日 今天中国大陆就是世界末日 虽然大洪水没有淹到你自己 没有淹到你自己家人 你觉得无所谓 淹到那些自身的 看到洪水来了来了 那不是世界末日是什么 对你来说不是世界末日 对他们来说就是世界末日 这世界末日是谁造成的 中国 谁造成的中国人 谁造成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回去 它会是一个人吗 它会是思维吗 它是个抽象概念 干这一事的人不是中国人干的吗 共产党会这些去杀人吗 它是个中国人的概念 中国人就是共产党 中国人就是杀人犯 我再解释一遍 共产党会拿起武器去杀人吗 共产党会投套吗 它是个抽象概念 它的理念是通过中国人去实现 我不知道朋友们听不听懂这个意思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杀人政策 都是因为都是中国人 大家都知道共产党不好 但是大家都按照共产党一条去住 怎么不是大洪水 哎呀我的妈呀中国人 中国成了这样 大洪水就是中国人 大洪水就是中国 大洪水就是中国 共产党的一个共产党 小朋友们订阅我的 不同视角频道 订阅我的YouTube 关注我的Twitter 收藏我的油画作品 三学党骂起 小朋友们理解 我说这些话 不是为了骂中国人 骂中国人 中国的问题就是处在中国人 本身处在中国人自己 共产党是一个抽象概念 它必须要通过中国人去实施 难道中国处习的问题 不是中国人自己造成的 是谁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